听说植物大人将是原版的江王复仇2特别难 那超人必须把这关拿下 江王复仇2给了4000的阳光 现在是自选植物而不是传送带了 温馨提示这个加速千万别点 谁点谁吃鸡 这一关超人的思路是用大喷菇 以及升级之后的忧郁菇 搭配上南瓜头的防御 作为共防一体的核心植物 在大喷菇的左边种上向日葵 保证一下阳光的续航 接下来在江王的脚上摆花喷和大喷菇 这个位置的大喷菇可是有讲究的 你们看江王博士低头了 大喷菇是可以对他造成伤害的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是别急先化解冰球 然后动住江王 看到大喷菇一闪一闪的输出动画吧 没错 种在最右边的大喷菇 不仅安全还可以输出 江王放下来的僵尸 也不会放在最右边的那排植物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把最右边那排大喷菇种起 然后升级为忧郁菇 这一波铁桶僵尸有点多 光靠大喷菇的输出可能有点不够 没事 咱们直接来个化盆 放一个毁灭菇 哦丢枣了 凤击僵尸出来了 没事 咱这套阵容主打的就是植物便宜 随便抓 最右边升级一个忧郁菇 咱们来看一看输出的效果如何 江王博士低头了 看最右边的大喷菇和忧郁菇发起进攻了 江王博士的血量在不断的下降 火爆辣椒炸掉冰球 不错不错 这套阵容还是很稳的 可惜冰川菇放晚了 没有冻住江王博士 其实这一关最大的难点就是续航不够 到后期僵尸越来越强 阳光根本不够用 但是用了超人这套阵容 非常的省阳光 兼具输出和防御 这套阵容非常稳 咱们是还可以放点花盆当炮灰用 拖延拖延时间 聚拢僵尸一起炸 忧郁菇可以攻击到江王刚放出来的僵尸 这个位置非常完美 江王低头的时候放一个毁灭菇 既清了场又对江王造成了伤害 火爆辣椒一炸 江王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江王这一次起身要丢小汽车了 相信很多小伙伴被车这么一砸 是毁灭性的打击 阳光直接垫底了 但是你们看超人还稳得很 我还能和江王博士大战三百回合 这一波江王博士放出来的僵尸就上强度了 对泵泵僵尸绝对不能手软 樱桃炸弹直接炸 面对撑干僵尸可以提前放一个花盆 只要他丢掉杆子就很好打了 不过还有一个僵尸很麻烦 那就是篮球车僵尸 他一放出来就秒了我的忧郁菇 不过没关系 我其他的忧郁菇也能打到他 江王博士低头直接引爆毁灭菇 不要有任何的忧郁 打到这个阶段 我们的阵容还能保持得如此完整 这一波超人稍微有点失误 我包辣椒中晚了 冰川菇也忘了放下来 不过影响不大 咱们的植物都很便宜 损失很小 最右边一排的忧郁菇 可以直接打掉豹纸僵尸和铁炸门僵尸 放个花盆 让橙杆僵尸提前起跳 怎么样 我的阵线又恢复了 阳光也有这么充足 樱桃炸弹直接炸掉泵泵僵尸 可千万不能让他蹦过去 但是现在阳光的续航已经有点吃力了 虽然超人放出大话 可以跟江王博士再战300回合 不过事实是绝对不能再错了 江王博士这次低头 就是最后一次低头了 用火爆辣椒炸掉冰球 好的 江王博士的血量已经见底了 这一次应该是解决了 没错 这个大机器人终于散架了 江王博士的复仇二 以失败告终 超人顺利拿下奖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